恒大2万亿的负债 七哥是第一个说出来了 而且是说了已经一年前都这么说 两年前都这么说 它涉及到130家的银行 150家的所谓的金融信托理财机构 2万亿傻概念兄弟姐妹们 共产党的全国的GDP的2% 不但如此 大家都闹不清楚了 这2万亿买房子付钱了 然后呢 他还2万亿 这钱去哪了 那还钱不就完了吗 你要有利润 关键是 这是个庞氏骗局 他借钱20% 30%的利润 核心在哪里 130家的银行 和130多家的金融机构信贷 这都是假的 恒大不会跟你说实话 说实话等于自杀 你们让他还钱 让他指望他还钱 你得做到以下4件事 第一条 恒大所谓的恒大汽车和恒大抵押 恒大的地所谓价值4000亿 那是谁评估的 那是恒大花钱评估出来 不止4000个亿 这个假的 付4000个亿也差不多 第二 恒大在股市上造的那些股市的价格 不能作为你参考他资产的价格 因为那是全是几个一帮骗子抬起来的价格 第三个 我说所有的金融机构 信托银行贷款 全骗你 都不是真的 绝对多于这个数 最后第四个 我说他的最大的灾难 不是你能看得见这些东西 我在2017年就说 我说是金融票据 没有任何人告诉你实话 都想活着 人民银行永远是王岐山控制的 你看他是蔡克生 人民银行副馆长 蔡克生开启了中国的信托 才有了中国的今天所谓的影子银行 影子金融 蔡克生让我看他老郭 任何一张纸让美国人掌握 共产党就完蛋了 这他原话 我看完这些数据呀 就是我觉得这太疯狂了 我那一刻我知道 我所有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共产党罢了 这都是很多原因 照正经理讲到这儿说 就蔡克生的腐败 和蔡克生在纽约肖建华 给他弄这个上亿美金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蔡克生讲这个 当时已经多少兄弟们 2014年 已经是七万亿 就信托的票据已经是七万亿 你看到皮特纳瓦罗是美国的经济之父 我和他聊这些数据的时候 他说Miles 如果这数据任何一样是真的 根本不用打共产党 他说他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永远看不着他 我说他一定会的 你知道这些票据要落下地的时候 是什么概念 知道吗 兄弟姐妹们 就按2014年的七万亿 不要说今天那是20万亿 你知道金融票据的利息是多少钱 一年的利息几千亿上万亿吧 百分之十都上万亿了快 那今年20万亿的话就两三万亿 你告诉我谁来支付这个利息 那么恒大 绿地 还有任何的什么融创这些企业 保利 还有富利 所有的大企业全会崩塌 崩塌以后你会发现 他所有的所谓名下的资产 支付他过去五年和十年的庞氏骗局的利息 每年10% 20% 是根本都不够 所以钱去哪了 就共产党给自己现在扎的就是那个致阳尾的针 都消化掉了 所有的过去十年二十年的房地产财富 你所看到的财富都已经被这个恶性的利息全消化掉了 他一切都是假的 都不属于他的 恒大不论怎么折腾 他都拿不出来钱了 不论你怎么卖 你卖不够你的钱了 所以现在中共的房地产 他官方承认65万亿美元的总值是GDP的四到五倍 事实上我告诉大家 他不是65万亿美元 是95万亿美元 我这叫真正国家金融灾难 你一切都是假的了 但是共产党的开支 和共产党的预算 共产党的GDP 和共产党的金融系统 所有的包括他的R2 所有的东西他都把它裂进去了 这就像一个人的血液里面打了无数的水 你怎么可能活下去 恒大事件会把整个中国 整个世界经济 置入到灾难经济 没有任何人可以救 我们希望共产党救 因为他救他就死